袁文在族書頁上一回, 話說三將軍說狐狸糊塗,不知道什麼是略有迷宮。 孔明這陣子並沒有多說什麼。 張寧箭交了給張飛之後,一手裂著胡蘇,一手撼著鵝毛大仙,閉目養神。 見此,三將軍就走了。 旁邊的劉備,見軍師布置完將令, 雖然孔明並沒有向自己交過底, 但經過上次火燒薄望波之後,劉備知道, 這些錦囊女頭一定是奇妙無狂, 所以對孔明拱手說, 軍師,辛苦了。 說話,這些是梁應該做的。 說完這句話之後, 朱葛亮又是自然自語地在此嘆氣說, 唉,可惜,真是可惜。 劉備一聽,就真是想笑出聲禮, 心想,哈,軍師前一次布置將令, 完了之後,大嘆可惜。 今天布置完將令,又是這樣。 劉備一聽,就馬上問, 啊,軍師,可惜什麼? 諸葛亮就說,可惜, 可惜缺少一元上將。 哈哈,又是老調子, 前一次又說缺少一元上將, 這次也是缺少一元上將。 啊,請問軍師,要上將是做什麼呢? 攻打頭陣,主公, 又是攻打頭陣? 那劉備這趟就聖水了。 他馬上問, 啊, 莫非軍師是想被去攻打頭陣? 劉備言下之意是說, 上一次火燒薄望波的時候, 你就是這樣叫我, 結果就嚇了我一頓死, 莫非這次又是這樣? 那麼, 孔明就說, 正是正是, 梁正想請主公去攻打頭陣。 那麼, 經過這段時間的接觸, 劉備已經心中有數, 他心想, 啊, 只要你孔明在我的身邊, 那麼我就什麼都可以答應你。 所以, 劉備說, 軍師, 如果要劉備去攻打頭陣, 除非軍師一同前往。 當然, 當然, 亮, 當然和主公一同前往。 啊, 既然如此, 劉備願意負擔這個任務。 聽見這麼說, 孔明心就喊了, 啊, 主公你又怕以為這趟有我在你的身邊, 又好像上次那樣, 在山上飲酒灌火都說不定了。 其實這次完全不同, 沒有上一次那麼自在。 孔明跟著, 就拔之另戰話了, 公子劉鳳, 聽聽, 劉備一清心想, 是不是呢, 啊, 又是叫我的養子劉鳳。 劉鳳亦以為軍師, 大概又是叫自己去擺酒, 點炮, 所以馬上前說, 軍師, 劉鳳在。 諸葛亮呢? 他把鵝毛大線放下, 伸手在袖筒裡頭, 又拿錦囊出來, 搭上令戰對劉鳳說, 本軍師, 將令戰一支錦囊一封交給你, 你大兵五百, 看來掌尾山三里的地方, 那裡有樹林的, 你們就埋伏下來, 按錦囊辦事, 不得有五。 知道了, 軍師, 公子劉鳳接過令戰錦囊, 就走了。 根據上一次的經驗, 到了這個時候, 就要動身了。 劉鳳就站起來, 做好起程的準備。 孔明看到主公這樣, 他都笑了笑, 就說了, 主公, 量預料曹兵, 明天才能夠到達。 梁和主公兩個, 就在新野院過了一晚, 明天才走到尾遲。 聽見這麼說, 劉比和孔明, 就留在新野院的衙門裡, 暢飲了一晚。 到了第二天天光, 軍神兩個離開衙門, 劉比騎馬, 恐明坐他的車, 起程。 劉王叔一看, 嘩! 城裡, 已經人影全部壓著無聲。 慢慢想不到, 為了遇敵, 好好地的一座城池, 就即將要燒成廢墟, 劉比禁不住, 都有點暗然神傷。 軍神車馬並行, 出了新野院, 東行五里島, 就來到鳥尾山下, 山上, 早就搭好帳篷一座, 放了一隻酒在那裡。 軍神, 下了馬, 下了車, 步行登山。 車馬, 當然有手下人帶上山。 軍神兩個人, 來到帳篷當中, 坐下, 卓仔, 就即刻過來斟酒。 待會, 太陽已經升到很高, 天氣十分炎熱, 在這樣的時候, 這樣的環境, 喝一杯酒, 的確是一件賞心樂事。 劉比想起上一次, 心就說了, 啊, 上一次在薄旺波的古山之上, 我剛剛拿起酒杯, 嚇喉燈殺到, 嚇到我, 連一口酒都喝不到。 好, 今天呢, 我就要喝一杯湯, 筷子彈。 知道劉比怎麼都想不到, 他這次同樣喝不到, 一口酒。 他剛剛拿起酒杯, 立即聽見遠處傳來, 滾一聲, 啊, 劉比, 疾了疾, 立即將酒杯放下, 裂著胡蘇, 向著遠處傳來, 炮聲的地方, 望過去, 嘩, 嘩, 此見前面, 道昌如臨, 升旗朝展, 人流如潮, 都好像螞蟻出洞一樣, 十萬逃兵已經殺到。 劉比本來想得很好啊, 想著, 有軍師在自己身邊, 天塌下來, 蕩蕩, 說你不用怕, 這陣子見到敵人來勢洶洶, 情緒根本不到他自己控制, 神經馬上緊張起來, 君子, 君子, 曹兵殺到, 曹兵殺到啊, 哦, 曹兵, 到了嗎? 孔明就詐不知, 其實啊, 孔明一早就計算到, 張寮呢, 是會在這個時間到, 但是這樣啊, 新翼的火工, 要安排在旁晚開始燒, 才適合, 敵人早了半日到達, 你不能夠叫他遲些勵兒的, 所以孔明才把主公, 奔來掌尾山, 先把徒兵吸引來這邊, 等張寮帶兵在掌尾山打他一輪, 拖延了半日時間, 到那時候, 再施火工, 時間就剛剛好啦, 所以接下來, 孔明就接口話啦, 就說, 敵人既然來了, 就請主公下山, 攻打頭陣啦, 劉彬就說啦, 哎, 君子, 劉彬又怎麼有這個能力啊? 孔明就說啦, 什麼話? 沒有這個能力? 沒有這個能力, 主公你為什麼答應梁呢? 哎, 是因為, 是因為有軍師在我的身邊嘛, 是啊, 現在梁, 是在主公的身邊啊, 主公你, 沒有理由推辭的咯, 哇, 聽到軍師這麼說, 好像是禮贈的咯, 劉彬問啦, 軍師, 你真是叫劉彬去攻打頭陣? 孔明就說啦, 當然啦, 現在是打仗了, 又怎麼會講玩呢? 絕無欺言啊, 哇, 一聽這麼說, 劉彬真是硬了, 太太了, 劉彬又想起上一次, 他急急就問啦, 啊, 軍師, 且慢著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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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問一下, 這裏, 究竟有沒有埋伏呢? 孔明就說啦, 朝廣, 你聽住啦, 這裏, 毫無埋伏啊, 啊, 真的? 真的? 孔明一聽, 是講真的, 他連頭皮都緊了, 他心想, 不不不不, 原來你這裏是禮真的, 我, 我又怎麼有這個本事呢? 啊, 他馬上對孔明說啦, 軍師, 若果不是開玩笑的, 老實說, 劉彬, 的確是武打頭陣的能力, 若果這裏毫無埋伏的話, 敵人已經殺到我們, 我們還是快些翻新野為好啊, 講完劉彬站起來, 就想說孔明走, 孔明心想, 怎麼能夠讓你走啊? 這場戲剛剛開始, 好戲還在後頭, 沒有了你做主角, 這場戲都沒有法子演下去, 怎麼能讓你走呢? 那孔明是一手掛著劉彬的衣服, 就說, 請你坐定, 量敬主公三杯, 劉彬你等整個人亂了, 但是, 軍師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, 都不知道哪樣是真啊, 這陣子, 他被孔明掛著, 就一屁股坐下來, 殺手兼命頭的嘛, 軍師, 唉, 現在地已經亂了, 為我三杯, 劉彬現在, 爹, 走得難盡啊, 劉彬眼光光看著敵人殺刀, 都好像坐在金箭上面那樣啊, 他慢慢想不到, 這十萬曹兵, 又是孔明故意引來的, 阿錦米智, 究竟這趟, 諸葛亮, 又是怎樣, 將十萬曹兵引來的呢, 是這樣的, 張遼帶著十萬兵, 浩浩蕩蕩蕩, 直奔新野而來, 曹操這趟, 不但只安排了夏侯敦, 做張遼的副手, 同時, 也將上一次沒有被燒死, 逃到回去的九十六個兵仔, 就安排在十萬人馬的裡面, 之所以作這樣的安排, 是認為他們有經驗, 到時有什麼依辱的話, 就可以預先看出了頭, 只這樣一來, 這九十六個兵仔, 就成了十萬人當中的熱門人馬, 因為他們沒有被燒死, 有被火燒的經驗, 其他人就向他們請教, 老哥, 聽說孔明的火工很厲害, 究竟起火之前, 朱葛亮有什麼暗號, 醒醒一下也好, 被燒過的那些兵仔, 也不保守, 難得拍檔問到自己, 說到訊號, 是這樣的, 原先看到朱葛亮在山頂上面, 就好像想彈琴一樣, 然後大火燒起上來, 這樣啊, 即是彈琴就是訊號, 我猜差不多了, 應該是的, 還有沒有其他訊號, 點醒一下, 另一個曾經被燒過的兵仔, 他說, 還有, 聽見後身, 噓一聲, 一聲, 跑響, 大火燒到咳咳聲, 即是說, 放炮, 也是訊號, 應該是的, 聽見那九十六個被燒過的兄弟這樣說, 噓, 你們雲尼的曹兵, 就互相提醒了, 喂, 你們聽到沒有? 聽見朱葛亮彈琴, 或者是聽見炮聲, 你們好聰定點, 不要領當啊, 雖然說, 這些, 是他們互相之間, 無意之中的閒談, 實際上, 就已經擾亂了軍心, 那九十六個所謂的色途魯馬說出來的東西, 就一傳十, 十傳百, 很快就傳到十萬曹兵的意義中, 個個個心都想著, 除非沒有看見朱葛亮彈琴, 沒有聽到炮聲, 到其時, 一看見朱葛亮彈琴, 或者是聽見炮聲, 不, 哎, 你得理了, 啟帝走得摸, 軍心已經起了變化, 張遼還夢茶茶, 愚在夢中, 緊緊在張遼身邊的, 是夏俠葛, 按理應該是許柱排第二, 因為許柱知道自己只能夠講打講殺, 對於判斷有沒有埋伏這庭野, 自己不是這範, 夏侯敦馬, 假假地, 都有過一次經驗, 許柱想著, 嘿嘿, 跟著你夏侯敦, 你走我就走, 你站, 我就站, 這樣就好一點, 故事三元大張, 他故意賴起最後, 嘿嘿, 慢慢想不到, 你好, 跟不跟跟夏侯敦, 躲暈你, 就更衰多以前蟲, 至於怎樣衰多以前蟲, 講下去, 似有分曉的, 對五向前行, 眼看, 就快到達新野院, 夏侯敦, 左就想張遼這魂衰到貼地, 他躲在張遼的後面, 就陰陽怪氣地說, 哈哈, 文元, 你小心住過兩下, 他神出鬼沒, 你忍住領蕩啊, 張遼就說, 哼, 你都傻的, 本先鋒, 這麼容易領蕩的嗎? 嘿嘿嘿, 就如意知你忍住啊,忍住啊, 因為夏侯敦的笑聲鼓鼓滑滑, 令人聽到走身不舒服啊, 那麼張遼在馬上就一聲吩咐了, 人來啊, 傳響道, 那麼響道官, 就馬上走到張遼的馬前, 千能將, 響道載, 本先鋒問你, 這裡來新野, 還有幾遠路啊, 那麼那個響道, 向周圍仔細望望, 他說, 回品線行將, 來新野院, 還有八九里路, 那就是說, 距離鳥尾山, 就只有三四里了, 那麼張遼, 就先叫響道官退下, 然後呢, 就命令探兵, 向前打探, 那兩個探兵, 馬上就趕在隊伍的前面, 匆匆忙忙, 向著著臂波而來, 前行左不夠三里, 只見前面, 樹林茂密, 那樹林當中, 好像有警棍那麼多, 那兩個探兵, 就馬上停住腳步, 向著樹林裡面, 仔細觀察, 那樹林當中呢, 公子劉鋒, 按照軍師錦囊的吩咐, 帶著五百領大旗的漢兵, 就埋伏在那裡, 見前面來了兩個籌軍的探兵, 那劉鋒, 就馬上把自己拿著的槍一舉, 那這一下呢, 是暗時那五百漢兵, 按軍師的吩咐行事, 五百漢兵, 兩百五十個, 拿著藍旗, 兩百五十個, 就拿著紅旗, 分兩邊, 等候在那裡, 日到暗號, 拿藍旗, 就衝向拿紅旗的那邊, 而拿紅旗的, 就相反了, 衝向拿藍旗的局那邊, 那樹林當中, 等時便是李薩拉, 一片吵集, 升旗招展呢, 曹君他們兩個探兵一看, 喂, 老哥, 你看, 樹林裡頭好像有埋伏, 那這個, 向著樹林裡頭一立, 唉, 是的, 人說不少, 軍隊無數, 那麽奇呢, 一共只有五百個漢兵拿著五百面旗, 何麗軍隊無數啊, 那各位, 作為探兵去打探情況, 不可能逐個逐個去打探, 走近都不夠膽, 走近了, 怕被人打探, 通常只有按規矩來作出判斷, 方法就是, 晚上看火把, 日丑看其事, 按當時部隊的慣例, 五個兵就用一支火把, 五支火把, 就是一個小隊, 即是二十五人, 日間呢, 一面旗就象徵著一個小隊, 有幾多面旗, 你可以依此類推, 就可以推算出有幾多小隊, 幾多人馬, 現在兩個探兵, 見樹林裡頭, 哇,其次那麼多數都數不完, 一眼納過去, 估計旅頭, 起碼有四五百個小隊, 這樣就有成萬兵馬以上了, 所以他們判斷, 說人馬不少, 隊伍無數, 可以說是對的, 誰不知, 孔明, 就是拿著這種心理, 來到用計的, 再說兩個探兵, 探兵這個情況之後, 嗯, 不太慢了, 立即翻轉頭, 想不想就來到張寮的馬前報告了, 報品線行長, 張寮呢, 單手拿刀, 勒著馬就問了, 怎樣啊, 啊, 探到什麼啊, 小卓奉命打探到, 來這裡三里之遙的樹林裡邊, 有留給人馬賣服在這裡, 大概有成萬漢兵, 請先行章定端, 張寮聽見錦拱, 他列著自己的三柳青梢, 走著眉頭, 向遠處望望, 深就南了, 啊, 啊, 來新野院, 還有成七八里, 就已經佈置了埋伏? 真不真啊? 看來, 要我親自去看看才行, 看過他們怕不怕探視不明, 由於這樣想, 張寮下令了, 既然這樣, 你們兩個, 就在本先鋒的馬前帶路, 兩個探兵就馬上帶路了, 張寮點馬相隨, 大隊人馬就跟在後面, 朱葛亮就這樣, 就將張寮的隊伍引向樹林, 那朱葛亮又是怎樣, 將張寮的隊伍引到鳥尾山的呢? 下輩, 分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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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隊伍引到鳥尾山的呢?